哈喽,欢迎来到Ms.ly的小课堂 今天呢,Ms.ly要跟你们分享的呢 叫做Pengarakan Bumi so呢,这一个课堂呢 最主要是for form 2的小朋友 他的Geography Bob Tree ok,so主要是讲解地球的运动的 其实很早期呢,你们已经学过了的 so现在呢,老师要跟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我今天呢,这一个video会分成两个part 第一个part 1就是今天这一个 我会跟你们主要介绍的是地球的自转 so下一个video for part 2 我会跟你们讲解的是地球的公转 ok,so let's go,事不宜迟 so first one,第一个东西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 before了解我们的自转之前 我们先浅浅的来了解一下system surreal system surreal呢,就是你们所谓的太阳系 ok,so太阳系里面呢 最主要的就是有我们的太阳 还有我们的八大恒星 在马来文里面呢,我们的太阳 开来起来,你们可以一边 refer for你们的资料 或者是你们一边帮老师 drop down这个nota,ok so planet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八大恒星 ok,so每一个恒星包括地球我们都是围着太阳进行运转的 所以这个来也帮老师记录起来 be erda 我直接帮你们抽起来最重点也是最直接的 每一个恒星它们今天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行走的轨道 所以今天老师的这张图片你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中间的太阳 然后旁边每一个圈圈外面都会住着一个恒星 so航星会根据它们的orbit也就是它们的轨道去进行一个转圈的模式 围着太阳转圈圈啊 ok,so这个是最基本的太阳系的一个小指示 ok,so现在我们马上来了解我们的地球的自转 putaran booming so大家你们现在看这个图画地球正在自转 so这个自转大家很明显了的 ok,so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自转的一些chiri,chiri 大家记得现在跟你们用处的叫做chiri,chiri so第一个chiri,chiri,baputtabara的passing呢 passing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轴 ok,每个星球上面呢 ok,它们今天都会有一个轴的包括我们的地球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地球里面 它的轴有一条虚线 老师用虚线作为代表 so那一条虚线就是我们讲的passing ok,那一条虚线我们的轴 它是倾斜23.5 ok,23.5度这样子的概念呢 所以你们的地球今天 你们如果仔细去观察你的地球仪 你们就会发现老师 那么地球仪它的圆,它的圆,它的球体 不是正正的而是倾斜的 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地轴 就是倾斜了23.5度的 ok,so这样今天 如果你们今天有找到地球仪 你们也可以comment在下面 你搞是知道哦 ok,第二个chiri-chiri 我们叫做今天它旋转的方向 最基本的就是Arabarat-Ketimo 游西向东转 ok,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逆时针转 ok,游西向东转 记得Arabarat-Ketimo 如果是逆时针转呢 我们叫做Arabarat-Ketimo 这个我们叫做逆时针 就是你从12点开始倒数回来 是1,10,9,8,7,6 这样子 ok,very good so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东西 最后一个chiri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每一个地球 它们间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 也就是24小时 它才可以真正转完一整圈 它的地球 ok,so这一些以上三点 都是我们今天有讲到的 地球的chiri-chiri 佛自转 Putarant-Bumi ok,very good so far还可以 so这样老师 我们除了要学地球的chiri-chiri 它的特征之外呢 老师第二个东西 要重点讲解的 就是地球自转 所带来的后果 very good so如果你们今天 学了Ms. Lee的课 你们还有印象后果是什么的 你们可以马上在下面 comment给老师知道 看大家还记得多少 ok,5秒钟的时间 5,4,3,2,1 okay,very good 相信大家在你的头脑里面 已经快速闪过你们的答案了 so我们来看看 以下那四个颗颗颗颗 let's go 一秒他都进行着自转 OK所以今天 当你的地球那一个面 他正在面向太阳的时候 就很像老师的正面 面向阳光的时候呢 这样我的白天就会呈现在 我的脸前面 OK同样的如果当我们的 马来西亚他们今天 正在面向太阳 这样我的马来西亚就会是白天 OK这样同样的 老师这样如果今天你看不到我的背面 老师为什么你看不到我的 后面背后因为我的背后 正这样背对着太阳 Very good So如果今天他背对着太阳 也就代表着什么全班 Yes也就代表现在我的背后 这边在进行什么 我的背后正在进行 晚上他们正在睡觉了 Very good非常好 所以进行晚上的马来文 我们叫做 记得是当他没有 接受到太阳的招式 才会变成晚上 OK所以当地球过了12小时 把我的背面转去前面的时候呢 这样我的背面这边就会变成白天 这样老师我的脸这边就会变成什么 Yes我的脸这边就会开始变黑黑的 OK因为他要睡觉了 OK very good So第一个科三我们叫做 造成白天还有晚上 非常好 第二个 第二个原因呢 我们今天就有讲到的叫做 Burbeza kan Wakdu dembatan OK我们所谓的时间差 OK时间差的呢 意思就是说今天每一个国家 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 So show the example 来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New York当New York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 但是London却是在7点钟的时候 而我们的Tokyo 我们的那个日本 它却是在4点钟 OK所以今天大家有看到吗 同样的时间 可能Malaysia现在是晚上9点 但是可能对面只是早上7点 这样子的概念 OK所以每一个他们的国家 他们间都会经历不同的时间 OK所以我们今天在完成这一个 我们今天在看时钟的时候呢 它就会造成所谓的时间差 有人可能是白天 有人可能是晚上 就很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造成了白天跟黑夜的差别 所以今天老实现在是白天 早上8点 可能对面就是晚上8点 这样子的概念 OK所以大家记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怎样子去形容时间差 highlight起来 OK 简单来讲呢 我们今天24小时 就会转完一个圈圈 也就是讲360度一个圈圈 我用24小时 我就可以把地球转完了 OK 所以每一分钟 每一个小时 它就会转到15度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一个小时 Satujan Bhumiputera Burputa Sibanya 15度 Limabalas OK 所以大家 你们记得 每4分钟 它就会转1度 也就是讲 一粒地球360度 每4分钟 它就会转1度 1度 1度 一直到一个小时之后 15度就转完了 OK 所以大家 如果你们觉得需要 Calculation 你们可以在旁边 按Calculator OK 所以第2个 也恭喜大家 明白了 第3个 OK 所以第3个呢 我们今天 叫做的是 OK 第3个这个东西呢 我们今天 叫做的是 它的一个 锋利 会进行到的 一个差别 OK 简单来讲 就是今天 你们在有这个 锋利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 把你的锋利 拉去另外一个方向 怎么说 OK 来 大家 这个时候 你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一粒地球 原本就有 地形引力在中间 所以这个地形 引力在中间的时候呢 原本其实 就会对你们的 事物造成 有一定程度的阻碍 OK So 再加上原本 我们就会有 自然的风吹过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你们会需要 老师根顶很凉啊 CAMERA Highlands很凉啊 因为你们本来 就有自然的风吹过的 所以你们的风 每一个风 都有自己的一个轨道 或者是我们说 每一个风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向 OK Suppose来讲呢 你的风 其实是不会乱乱 改变方向的 但是 由于地形引力的作用 整理地球 它间包着了地形引力 OK 地形引力在中间 再加上你的地球 自己又会转转转转转转 OK 因此这两个东西 加起来 Combine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导致你的风 进行了改变 重复 你的风 就会改变了 它的方向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边它就有说到 Permesongan Aratupan Agin Nazin 就是讲你的风 现在在这边呢 会开始脱离 它原本的方向 或者轨道 开始改变方向 去到另外一 side 可能原本 它要转左边 后来因为地形引力的关系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 直转慢慢的 它就转去右边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o这个本身是你的地球 我们来看一下 地球我们有分成北边 还有我们的南边 So这边呢 原本的风 因为我们的风 OK 我们都是从中间出发 你们要记得 这个是地球的中心点 OK 当地球的中心点 它的风往外面走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是去北边 或者我们都是去南边 所以我给你两个方向 一个叫做Udaro在上面 一个叫做Seladan在下面 所以当我的风 要往直线 走去北边的时候 因为自转的关系 慢慢的 它就会开始跑偏了 跑偏去到哪里 大家可以观察 这一个方向 它原本要跑去北边 不小心就跑去东边了 OK 然后我们的风 如果朝下 就是原本它要垂直 往下走 去到我们的Seladan OK 但是由于 那你的那个地形引力 加上自转的关系 所以当地球正在转动的时候 不小心原本要去Seladan的风 慢慢就带偏去到Barat OK 所以记得一个往上跑 跑跑下就跑去东边了 一个往下跑 跑跑下就跑去西边了 所以这一个原本要去向上下两边的风 慢慢就变成去到左右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风脱离了 轨道 风脱离了 轨道 所以这一边呢 你们大家可以记起来 最后这一个point 重复 OK 所以这一个大家 你们如果今天可能还是有点难以理解 你们可以double再去观看这个video 这一个风跑偏了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point叫做 它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 如果你们反复观看以后还存在有疑问呢 你们也可以联络以下的电话号码 或者你们可以找寻这一边的link OK 来找到missly 为你们帮你们解答 OK so我们今天continue the last one so the last one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去到第四个 我们叫做 Kajadian Passant Surut Kajadian Passant Surut来说呢 我们今天叫做的是 脏潮跟退潮 OK so一天24小时 我们总共一天内会发生两次脏潮 两次退潮 so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们要怎样子去形容所谓的脏潮退潮 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地形引力的关系 所以导致你们的海 每一天都会发生脏潮跟退潮 Tarical gravity under the booty dengan bulan 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地形引力 OK so导致他们今天转动的时候呢 发生我们这个自然现象脏潮 and退潮 然后我们今天有讲到的 Bumi dengan Mother Hari 第一个是Tarical gravity under the bumi dengan bulan 第二个 Bumi dengan Mother Hari 最后一个东西 再来的东西就是刚刚讲的 24小时内会发生两次 Brakku dua kali dalam 24 jam OK so这一边来说呢 总共会造成四个后果 所以大家你们要警记这四个后果 叫我这边做一个小总结啊 第一个首先会发生白天跟晚上 OK 你就讲老师的脸 还有老师的头发后面 OK 第二个呢 我们讲时间差 当老师的脸这里是早上八点 老师的头发他在睡觉 就是晚上八点了 OK 第三个我们讲 你的风向会出现偏差 OK Kiri 我们今天会去 呃 Kanan会去到你的Udaro OK Kiri会去到你的Slatan 那一山 OK 最后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叫做的是 脏潮跟退潮 你的海水 脏潮就会变多 退潮就会变少 OK 当然 如果你们有存在任何的疑问 或者有任何的问题 你们都可以contact我们的号码 so老师会在video下面 呃 放下我们的contact number 跟老师的号码 你们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欢迎你们来 询问MISD so今天老师的影片 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拜拜